我们手上这台荣威D7 DMH已经跑了超过有1000公里 是时候给大家做一个长测的使用报告 我们买的这台车呢是一个旗舰版本的车型 买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优惠 就2000块钱的定金去抵一个15000块钱的膨胀金 所以整体算下来不算保险 就是132800就可以落地到家 保险也不贵啊 也是5000块钱左右 整体呢它会比下面的卓越版呢会多了一套辅助驾驶 以及类似上的豪华配置 如果你日常没有一个长途通勤的需求 其实可以把那套辅助驾驶拿掉 买一个12万多的卓越版本其实也挺香的 我们在提车的时候呢也发了一个微博 我们看到网友有一些问题 我先来回答一下 这台车做工如何 大家看一下类似里面的做工就知道 很符合上气 造车那种高标准 特别是座椅那种皮质做的还真好 再来说说大家日常比较关心的 轮耗以及动力上的问题 首先如果这台车是纯电行驶的话 它百公里的轮耗大概会在13到15度之间浮动 对于一台车长接近4米9的轿车来说 这个轮耗是相当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台车还会有一个21.4度的大电池包 所以如果纯电行驶的话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可以轻轻松松超过120公里的 这台车呢 我们最近都在亏电行驶的一个状态 高速呢 它的亏电油耗呢能够做到五点几到六点几 然后低速的时候会更省 能够去到四点几升 所以日常你真的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台油车去开的 只是这台油车会给到你更强的电感 当然以上这种人耗水平是针对广东地区的 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把这台车拉到去北方 或者更寒冷的地方做一些人耗测试 然后再说说最近我们的花费的情况吧 我们这台车提回来只加过了一次油 真的只加了一箱油414块钱 然后再冲了一块电 充的大概是25块 到现在跑了800多将近900公里 整台车用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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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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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人号以及底盘比较让人满意以外 这台车的车身尺寸以及整体的舒适性也是相当让人满意的 首先是一个降维打击的车身尺寸 A级车的价格却卖了一个B级车的车身尺寸 接近4米几的一个车长 还有一个超过2米8的车身轴距 同样价位你到哪里找 以前说起大沙发大家都会想起某个日系 但现在说起大沙发我觉得绝对少不了荣威第一期的这么一台车 第一期座椅的舒适性是我对这台车最满意的配置之一了 你看这样一个座椅的舒适度 放在帕萨特凯美越雅各上绝对也很能打 甚至放在奔驰宝马34c上也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就真的不是夸张大家可以去4STM去体验一下 而且从卓越版开始就已经有这种发毛皮的材质了 而我们这台旗舰版的车型呢 这主驾座椅还多了一个记忆以及通风的功能 在舒适性配置上面真的是无话可说 这台车呢是日常作为我们的工作用程 我们比较特殊啊经常需要搬一些脚架以及灯架 体积比较大的东西去放到尾箱 这台车的尾箱空间呢是有一个450升 而且开口比较大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是家庭用户经常要搬一些像轮椅啊 硬着手推车上去也是相当方便 整个座舱除了座椅舒适性比较让人满意以外 你看这样一个小配置就怀胆设计了 就很符合我们这群电车的深度用户的使用习惯 而且这套巴马的车机它能够实现一语多语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同样一句话 给它下达最多10个指令它都能实现 是是你好巴马 我要听音乐打开雨刮打开天窗打开主驾车窗 你看都可以 另外这套车机的高德导航也是特别好使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很多车机高德导航呢 它不会显示路口的红绿灯的独秒 但这套它是可以做到的 同时我上车前可以手机先输入个地址 然后同步到车机上 开车只看这里就不用再看手机了 特别好使你们说是不是 好了 关于这台车近1000公里的长车报告就先到这里了 当然这台车我们还会继续行驶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家对于这台车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也欢迎大家会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了